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伙伴的人生之中节目 我继续跟大家访问到汪伦先生 汪先生您好 你好 和平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汪先生现在是在纽约的 不是纽约的 我怎么纽约的 旧金山不是纽约的 旧金山是美国的 美国的旧金山 我们纽约他知道 东海岸西海岸 时差就差了三个小时 但是旧金山被认为是 美国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 那你们那边的夏天有时候晚上冷的我 只好去买衣服 时的时的 太冷了 我都是跟着朋友说 旧金山的天气是一年 一季 一年只有一个季节 但一天有四个季节 这是旧金山天气的特色 大家都认同是这样子 风也大 在旧金山风大 以前留着长头发的时候 往往是被他吹的乱七八糟的 回到公司里面 还要重新再弄自己的头发 那你们是不是要准备几套衣服 一天 对 往往是这样 往往是这样子 但是他 冬天 非常少见会下雪 这样子 那夏天有时候也有几天是很热 热到要要要 穿着短裤在家里 吃着脚在家里走 这样子 一般来讲都是 这么高天气都是三天 第四天一定会再冷下来 这是 旧金山这个天气 他可能说是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 这个状况 好 非常舒服 但是也要注意他的一天的变化 否则的话到了晚上 你是受不了的 在街上你受不了 夏天你可以趁你 白天你可以趁你到了下午黄昏的时候你必须要趁冬天的衣服 虽然不至于说是到沙漠地区的 早穿 早穿 皮熬 穿 沙 抱着西瓜 对着火炉 吃西瓜 不至于这样子那么 很厉害 但是毕竟那个 气温的差别也是 也是蛮厉害的 好我们谈完天气 再来谈这个我们的人生之中 你经过的人生中间 最艰难的一段 就是 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对吧我们前面已经有所设计 但是你离开中国之后现在这么多年你回想一下 你离开中国之前还有来一些事情 你觉得你在之前的节目中间可能没有学习到又比较重要学跟大家介绍的呢 对 我记得 是这样子 因为呢 就是我是准备偷渡嘛 其实你偷渡 你在农村里 在在城市里面把我赶到农村去 谁知道农村的到了农村以后呢 其实在 中国的农村的 一般来讲 一个生产小队 基本上就是 一个姓的人 都是亲戚啊 不是亲戚 都是朋友啊什么东西的 很密切的这些关系 你几个陌生的这个这个 这个青年人到了 去以后啊 变成是分薄了他们的粮食 和其他的一些 呃什么收入啊这个对他们有 有有有有影响了 而且呢我们做的农田的生活啊 坚持在补上 呃 有一个原因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中国的农村的落后和那些地塞啊 实在是让我们是呃呃实在受不了的 呃我记得呃那年呢是春天就下去了 呃他大约10天左右就是 69年的这个 春节 呃春节呢大约是呃 呃 差不多上农历年了前的10天左右 又被赶到那个农村去了 呃刚好那时候呢从广州来的知青呢他们几个呢都离开了 回广州去呃过年 所以我就住进了他们几个人的这个 这个 毛屋里面去我一个人在那边住 呃后来呢在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家回了几天 呃回了几天以后农历年初三年初四吧我就记得就就要农 回到农村了回到农村以后第一天呢就 5点钟就起床了又走两个小时 扛着锄头啊什么东西的就到田边去 弄秧地 我还记得那个那个农村的那个稻谷啊 他要他要撒种去 这个叫秧田 这个秧田呢就一小块 啊撒那个秧呢让那个秧呢出来了以后呢要把那个秧呢就拔出来 拔出来呢重新呢在农田里面的再把它栽去 一定要经过这个手去 所以这个秧苗呢一定要非常好的这个 肥料啊要把这养肥 这是这个秧 然后呢然后才以后的生长才生的好的 这个秧地呢就一定要把它弄得呢像那个 湖状啊 好像那湖状啊 泥 泥 那样子 那结果呢就 要我们去下去用脚去踩 把这个泥啊 一块块的泥也把它踩碎 那时候啊 早上6点6点多7点钟到了那个田边一看 虽然说是南方 但是那年可能是天气也特别冷吧 那个田跟那个水之间呢还有一层薄薄的 冰鳞在那边 粘在那个那个田边的 哇这个情形底下你要我们 赤着脚啊 踩下去 你可想而知我们也不习惯 哎呦不到不到不到 不到两分钟三分钟了这个脚就冷了最后冷到 觉得痛 觉得痛啊你要在那边踩实但是这这农民呢可能有点习惯了 他们有时候啊也觉得是 也是受不了也会 跑到那田 田 前面呢就站一下暖一暖和 那我们几个知青的一看见了 有一只牛啊 拉了一个大殿 在那个秧帝 哎呦我们劈里啪啦的我们跑过去把脚呢踩到那个 牛的牛粪里面 因为毕竟牛粪还有些体温在里面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脚呢希望能够有有一点点暖和的机会 啊 就可想而知 那个中国的农民的 生活的状况 实在是 外延呢是想不到的 在有一个在农村里面呢就有一次呢就是下 毛毛雨毛毛雨呢就大家就不用下田了 啊就躲在那个牛棚里面呢去开那个小队 选举小队长 结果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呢就难产了 因为经过了 解放以后啊这么多的这个 政治的这个这个运动啊 尤其是最后 文革前的那个 世青运动 啊 从应该是六六 六四六五年开始吧 啊那个 世青运动的时候啊把那个农村的干部啊 说实在的大家都把他搞怕了 不愿意当干部 结果呢大家选来选去呢谁都不愿意做 最后呢 选了一个 快手很大的一个年轻人 呃这个年轻人呢可以说是这个 四肢八达 头脑简单 但又爱吹牛 所以他 选到提 提名提到他的说问他接不接受 他说接受 他接受 大家了好了那个小队长就选好了 谁知道另外有一个青年呢就说 呃 他不行他不能做这个生产队的队长 大家就问他什么理由 他就不说 老是不说 啊 就在大家 一而再再而逼问了 就说这句话 你你说他不能做小队长不能做干部 你也说不出这什么原因 啊 你也不告诉大家 所以变成了你这是坏分子 在破坏 呃 商产 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大帽子的盖到这个年轻人的头上啊 这年轻人的逼的没办法 最后呢就说出来 让我们几个知青呢 躲在一旁呢 就是暗暗的发笑 但也不能笑出来啊 一笑出来的时候 说你不厌不严肃 还有可能还要斗 连农村里面呢 天高皇帝远 一斗啊 就是动拳头啊 就打了 所以大家呢就偷偷的那边笑 大家都不敢笑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就说 哎 这个大块头啊 有一次 跟我们说 说他的一个舅舅 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 大家一听呢 就信了 就相信了 就说哎呦 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 不能让他做对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 其实我们几个 青年人 那这真是可能的事情 就不可能了嘛 结果呢又难产了 又难产的时候怎么办 后来呢就还有一个人的看见一个 河边呢 有一个农民呢在那边的洗脚 洗完脚他没来开会 他去洗脚洗脚完了就回家了 大家一看 应该叫 梁以南 梁啊这个是梁的 假宜的 梁以南 南方的南 做队长啊 大家说哎呀对啊他可以啊 那这个梁以南呢 本来呢 就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权力非常大 但是为什么 又 被炒了鱿鱼 呃这个被就 之前在家呢 最后他就大家发觉让他做小队长呢 那讲起来呢就是 要说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成分 这个这个这个乌龙事件呢 啊实在是 这个梁家的两兄弟 他哥哥呢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不在我们这个这个小队的 啊就算他就叫梁甲南吧 哥哥叫甲南 他就叫乙南吧 梁以南这是一个真的名字的 他呢他爸爸离死的时候啊就有了几毛钱了就分给他们两兄弟 那那哥哥呢 那哥哥呢就每天呢找出晚归 每一顿饭呢充其量就是咸豆就拌饭 或者呢就是喝点稀饭什么的 把钱呢就存起来 存起来的时候呢就买钱了 农民当然要买钱了啊 对不对 那结果呢他是存了钱 就买钱了 首先买这是谁的钱呢 就是他弟弟 梁以南的钱 那梁以南为什么要把这个主产要卖掉呢 因为他学会了抽鸦片 所以抽鸦片的这无底洞啊 他就 一年一年的慢慢的把自己的田产呢就卖出来 卖了绝大部分的就卖给了他的哥哥 好 到解放以后 就算着解放前三年 这个阶级成分 他呢哥哥呢就变成是富农 而这个梁以南呢把自己的田地全部卖掉了 他就成为了贫农 工人阶级的这个兼长的的同盟军 所以呢他后来就可以做到了这个 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虽然说是党党支部书记是干部 但毕竟呢 他自己的哥哥呢是富农啊 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权利啊 选举权啊什么都没有 啊 这个过年过节也过得比别人呢 就是穷啊 呃 因为 这个阶级敌人嘛 所以呢这个弟弟呢 看见哥哥的一家呢 过得这么 别呢是过年过节呢就偷偷的叫小孩呢 弄一点什么吃的 糖啊或者是其他人们弄米粉 这类的 让他们过过年了 谁知道 他的小孩呢偷偷的拿去给的 他的伯伯的时候呢 被那些 其他人的农民看见了 一看见以后呢 就说他阶级立场不稳 正因为这样子呢 他在这个世青运动的时候啊 就下台了 他这个乌纱帽呢就 弄掉了 弄掉了以后 这是贤富在家 富贤在家的时候呢 结果被人发现了好像呢发现了金矿一样 结果这个梁以南呢也愿意做小队 那他也做了小队 谁知道呢这个世界呢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作为贫农代表呢 他也进驻了我妈妈也就是我母校的 这个什么工农的宣传队啊 登上讲台啊做老师啊 这样的这个这个宣传队 所以呢把我家里的底细呢 都了那个一清二楚 正因为这样子我的我的这个这个 出头日子啊或者是能够稍微有一点点 质量都没有了 那么 结果呢就三个月以后 我就偷偷的跑回跑回家里面去 回去呢就上山砍柴 下水抹鱼 啊就光着膀子呢在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呢 街边的农贸市场卖鱼卖虾啊 卖财啊这样子 又被那个大队里面一个女人呢 到那个城镇去那个 那个赶集啊 广东人就趁虚虚厂里面 哎呀她看见我趁那边卖鱼卖虾 回去呢就说我这走资本主义道路 发达了她的已经了 卖那个鱼 小鱼小虾的 一年一天才占个一块两块人民币 那就变成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要说派出民兵呢 把我绑回农村去 要 打一顿打的吐血以后再监督劳动 说在这样这么一个背景下呢 就非走不可 嗯 啊 这是一个故事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是准备走了 当然会去游泳啊什么东西了 越游泳啊就越越东的游泳啊 很早啊前进很早 结果呢这总是有人知道的 而且呢我这做宣传队的时候 在舞台上面亮相啊都是什么英雄人物啊 这样子的 结果呢就街头巷尾啊 大家都认识 所以我的目标是非常大 那结果怎么办呢 那大家就已经怀疑我是有偷渡的这个倾向嘛 而且也有过一次呢就是偷渡不成 这样的这个这个经历 所以呢我是怎么能够把他们闭他们的耳目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顽世东 顽世东 怎么样呢 那我就偷偷的 跑到我姐姐那边去 我姐姐呢就住在赵庆 广东的西部 西江的旁边那个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也是蛮出名的这个城市 躲到我姐姐家里面 躲了一两个月 那整个城镇呢 时期的城镇里面都传说 挖轮 失踪了 跑了 偷渡了 当这一些船员呢 传出去以后啊 我要突然回去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呢 一早就骑着自行车 在街上面跟这个打招呼跟那个打招呼 那有些人呢 看见我的时候那就很奇怪了 就噼里啪啦的跑过来 很小声的说 听说你 你跑了 听说你跑了 我说没有 哪有的事呢 我只是到我姐姐家里面去吗 玩他一两个月而已了 我说不会的 我说不会的 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 他舍不得我走的 第一次呢 就这样子呢 全部这个谣言呢 平息了以后 那我又 又一次呢 又 玩世东了 这一次呢 跑到广州去 广州 我 广州就出生嘛 有家里的人 也有亲戚 也有朋友 在这个这个朋友那边呢 睡两个晚上 那个朋友里面家里呢 也过几天 啊 在那个也过去很快的 也是那个 昨年呢 要 把他全部 撒开去了 那我突然又回去了 又亮相 结果呢 就把这个这个谣言呢 又全部把它拼起 撕掉了 平息掉了以后 那大家就相信 王伦的不是 不是 偷渡的啊 没有关系了啊 他也不会的 只有他妈妈只有 他一个独生儿子啊 他不用不让他走的 甚至我呢 是 你留在城市里面 又赶你下去 下面又说 要派迎兵来把我押回去 要斗争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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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打 那我不走还等死 我不可能再 再留了 留下来了 所有就变成了 就六 六九年的六月初 就有第一次 那第一次呢 我现在就省略了 不讲了 已经讲过了 那因为呢 跟我一起走的 这个国安局的干部呢 他年纪比较大 他有一个儿子的六岁 要开始念书了 正因为他坐牢了 他老婆跟他离婚 离了婚以后 他剩下一个儿子 在那边六岁 要交给他的老婆 他离了婚的老婆 老婆呢 也不愿意 反正这个儿子 他不想认了 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的顾虑是比较大 一路上 我们骑车回来的时候 一路上呢 就在那边 今天是南风啊 这个海浪比较大 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这个烦都不得了 他是三心两意 又想走 但是呢 也有很多担心的事情 在那边 很多顾虑 所以变成我觉得很烦了 你这样子 那些搞法的时候 结果到7月份 那个7月 我记得1969年的7月7号 那我就再一次就行动了 这次行动呢 结果就是变成 我自己一个人走 我一个人走了 我也不找这个同伴 那个同伴 有些人我愿意跟他走的 他也不愿意跟我走 一个文弱书生 也是病的 痛啊 戴着眼镜 搞不好啊 跑到半路啊 还要还要去救他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变成了 有些呢 就别人愿意跟我的 我也不愿意带他 他一般来讲 都是外地的 在广州以上的人 因为当时假如 成功了 成功的时候 我把你带到那个路线 全部都熟悉了 我是带路的 那我到了澳门以后 你有什么关照 那也不可能了 香港你也什么亲戚 也不可能了 万一真的不行的时候 变成我是带他走的 变成了最佳一等的 我熟啊 路线我都熟嘛 所以我就决定是自己一个 那路线呢 那路线呢 在从这个中山出发的到澳门去呢 这个路线呢 一般来讲是有三条 三条线 三条线是什么呢 一条是从西线 西线呢 就是从那个磨刀门边呢 那个珠江的出口 从那边走 那从那边走的时候 一边一般来讲呢 是要那个 最少要有两个晚上 第一天的晚上呢 是要顺水 顺水下去 水退潮的时候 退潮的时候呢 就澳门跟珠海贴得很近 珠海跟中山之间 这边的直线的距离 公路大约也是只有十公里 所以很容易啊 这个这个海水呢 就把你冲到了澳门以南的 一些荒岛上面去 在荒岛上面去 你就过一天荒岛 在第二天晚上 看到涨潮的时候 那水流流向了澳门了 再利用这个潮水 把你呢 就推到澳门 往南往北 把你推到澳门 是要 一定要分开两个 两个晚上 第二一个呢 就是可以从中山的产州这边呢 有人带路 带着你呢 就走前梗 前梗啊 这边过去 一定要带路 那边就不用游泳了 你就可以在水田里面过去以后 穿过这个铁丝网 就可以到澳门那边去 就不用游泳 但是呢问题 你不认识这些人会带你路 而且认识的人走就已经走光了 所以不容易走 这次说中线 除了西线以后 这些中线 而我选择呢 我选择呢 是东线 东线是怎么样呢 就从中山这边呢 往东边上山 跨过公路 过了这个水长 然后呢 上山 上山呢 就向着湘州 这个渔港啊 湘州跟澳门之间 这个路线呢 从中间呢 插过去 其实很多人呢 要到澳门去 要带着紫南针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澳门那边的灯光啊 非常的亮 只要你骑车离开了县城啊 二三十公里 已经可以看见南边的天边呢 一片亮的 再加上它有个东望阳山上面 有一个灯塔 那灯塔前面那个灯光在那边转 你就可以看着这个灯光 你就不会不会遗失方向 而且你上山以后 你看着这个湘州渔港那边呢 也有灯塔 所以变成了这两个亮的方向 当然是澳门那边的亮的光呢 就比湘州那边呢 要亮的多 毕竟只是渔港 这边是一个小城市 所以呢 我就采取了这个东线游泳 这个爬山游泳这条线路 就去走了 那结果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是准备就叫这个上一次接应我的这个知青呢 就是接我 因为呢 跟我一起骑自行车送我走的 这个朋友呢 他不愿意一直 到了那个产州 这么远靠的这个边防地区太近的地方 他就胆小 他说不行 那我只有呢 就写一封信 给那个下放到产州的 广州的知青 就说那我们就到那个中间的一个叫三乡 三乡叫三条那个乡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妈妈的故乡 我妈妈就是三乡人 他姓郑 姓郑的三乡人是一个大姓 到三乡那边呢 有一个 有 在前边那边有三个温泉的船沿 温泉的船沿 那冒着那个蛮烫的这个 这个 这个水啊 很热的 那个90 摄氏的90 差不多90度了 反正你是拿那个鸡蛋和鸭蛋 放下去啊 10了20分钟以后捞上来啊 鸡蛋和鸭蛋都会熟的 是蛮热的 其中一个 很热的这个这个温泉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就后来就起了 就温泉宾馆 温泉宾馆嘛 就把这个温泉给发掘出来了 是这样子 听说是霍英东是投资的 在三乡那边搞了一个温泉宾馆 就没有回去过 所以就只能够听说是这样子 那到三乡里面呢 他还有一个当地很出名的 这个这个吃 那个食物呢 叫做奶粉 奶粉就是有点汤 这个米粉呢 就一条一条这样子 在捞上来 再加上一些什么鸡肉啊 或者鸭肉啊 什么东西的 是蛮好吃的 那边有一个这样的店铺 那就我就写了一封信 写了封信呢 就寄到这个坦州的这个知青 这个这个地址 结果呢 我的朋友呢 就把我送到了这个三乡以后 就希望能够建造了这个广州的知青 带我从这边走这个田 田间的小路 就可以呢 就避过了公路上面 那个检查站 谁知道呢 我到那边呢 等来等去 等来等去 都等不到他 因为我不认识这条路 是怎么样 走前路 可以走到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农村的那个毛 毛屋里面去嘛 我是不行啊 毛屋不行 结果那都等来等去 没等到 我只有呢 就要求我的朋友 我说哎 这样子好不好 你把我载到那个 坦州 我再下去了 这个朋友呢 就没办法了 这个情形底下 就只有呢 硬着头皮呢 把我呢 就载到这边去 他一边载一边的时候啊 就是我在 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后面 我也看见他 他害怕的 这个背都在抖动 我背都看见他在抖动的 所以我就看见这样子的时候 我说哎 好了 不要让你踩过 踩过那个 害怕了啊 这我就提前呢 就大约一公里到两公里左右吧 我也忘记了具体的 这个地方了 我就跳下来 我说好了 你可以回去 哎 这样子 他真是低血 他他自己也不走 他冒着这么大的血呢 就把我送到这个这个边防区的最边防的地方去 实在是我毕生就难忘的一个好朋友 后来一直有联系吗 后来一直有联系吗 有一直到现在都有联系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微信 这么聊聊天啊 笑一笑啊 这样子 他没有离开中国 他开玩笑 他还还在 还健在 他没有离开中国吗 没有 他没有离开 他没有离开 他因为他病 他肺病 他肺病了 他在吐血了 在这不敢不敢走 在泳他会游泳 但是你找船找不到 其实他爸爸就在香港 但是他也不敢了 这个太危险了 他没有敢走 他爸爸在香港 他后来也没有移民到香港去 没有 他没有 一直留在中山 那结果我是非常感谢他的 现在也是有朋友了 就是有时候我老婆家里人也是回去的时候 就给他糖果啊 或者是给他点钱啊 这个买点什么东西吃啊 他说我现在身体很好啊 小孩都大了 他们都是医生啊 什么干部啊 我钱我没问题了 现在他都没问题了 但是就是我是钱 我知道你有钱 但是毕竟是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怎么爆炸你 但是你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啊 就把我送到那个里面去了 结果呢 我到了那个知青的那个 那个毛棚里面去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才收到这封信 所以呢 就错过了时间了 那时候已经是下午的三四点钟了 三四点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今天晚上行动了 我们怎么样了 我准备好了 结果呢 到那天晚上 这八点钟以后 我们呢 就在那边呢 吃过晚饭 洗了个澡 洗了澡以后呢 就抱着一个南瓜 拿着一个咸菜 说是要坐这个顺风车呢 要回县城去 就找了这个借口呢 就离开了这个农村 离开了农村 真的有问题 什么东西的时候啊 就说我们就回去而已啦 结果呢 就没有人了 这个八点钟以后 基本上前间都没有人了 就走了 从那个小农社里面走到公路 走到公路 我左看右看 那时候差不多都已经是八点三十分左右 差不多是八点三十分左右 大概是这样 那我看见前后左右没有人了 没有人的时候呢 我就 我说好了 你们回去了 我就 光着脚呢 就从那个 把这个 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叫海陆空 这个叫凉鞋 这个 这个塑料的凉鞋 把它脱料 就 踩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水长的长泥 到胸口 就要把水深 到胸口 那就过了 过了以后呢 就爬到对岸上面去呢 就爬到一个黄麻林啊 他们农民呢 种了一片黄麻在里边 做那个麻绳啊 什么东西的 这个皮啊 包下来 其实也是那个大麻这一类的 所以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三年所谓经济困难的时候 他们往往就把那个 那个黄麻的叶 把它摘下来 晒干了以后 作为烟 抽烟丝那样 这个抽烟 其实也有 有点点那个大麻的作用在里边 都是这 这 都是这一个family的职务 我觉得我的 躲在那个黄麻田 躲在那边 跟喘过气了 这个 等衣服呢 把那个水呢 就差不多 滴得干得差不多了 大约也是 九点钟左右了 那我就开始呢 就离开这一片黄麻地 黄麻地的时候呢 就是就往珠海 襄州 这个方向呢 来走 那不久呢 就遇到了一条小溪 河溪 那河溪呢 里面呢 又发生了一个事呢 令我呢 非常难忘的 因为呢 这差不多时间 那我呢 先喝口水 我休息一下 继续再跟大家 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 也是过河 也有一个难忘的故事的 再继续跟大家讲 好吧 稍后时间我们再见吧 那当我呢 看见这条小溪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 过了这条小溪 就是第一边房了 就进入了珠海 的地界 这条小溪呢 在我前面 大约我看一看呢 大约是10公尺 10公尺到15公尺左右吧 水也不深 听见的水在那边 东东东这边流 也不是很深那个水 但是那问题呢 就是 我看见我右边 就是从那个边防检查站的 风路的那边呢 因为我从 从我自己从南到北 我我右边去走嘛 走上去了以后呢 就回头看看 顺着那条小溪 看见那边呢 有点灯光 在那边晃来晃去 那这样子 我刚刚过了一片农田 这农田刚收割完了 空空的一片 那前面这条小溪 右边那边呢 是有那灯光那边闪 这肯定是有人了 我就不敢 冒冒然的就过这个小溪了 我就只有那个 躲在一个树桩 那个巨的树桩呢 它就长出了一些树的 那个芽在那边呢 变成一个小树丛那边 我就只能够蹲在那边 看看情况怎么样 要看见那个 右边那个灯光呢 就一会儿在溪的左边 小溪的右边这样 一左一右那边呢 一个那个用那个煤油灯呢 装了一个凹光镜在后面 这个凹光镜照到的地方呢 是非常的亮的 那个光线就提供了嘛 因为它那边呢 就捉什么呢 叫捉青蛙 广东人呢 把青蛙叫田鸡 田里面的鸡 就是很古啊 这样这个 要吃这个青蛙的 这个原来它叫捉青蛙 我说怎么办 后面呢 是一片农田 光光的 光秃秃的 我只有一个小树丛 它早晚 它到我身边 一定把我捉出来 那怎么办 我一看 我估计一下 我跑过这条 跳到那个小树 跑到对面去 上到对岸 再躲进对面的 那个树林呢 应该也是 不超过十来二十秒的时间 以我跑步的速度呢 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就趁着 它呢 在那边 还没有照到我的时候啊 我就突然呢 就跳到那个 那个小树里面呢 我的眼睛呢 就看我看着 右边呢 就看着那个灯光 看着那个人的 人影 但是我身体呢 就像直线 直线的 像那个 走过那条核心 谁知道 就没看着地下 下面脚踩的是什么东西 原来其实 我不知道这里面 有一个 在核心下面 那叫有一个小洞 我一踩下去 就就就 空了 批啪一下呢 我就没准备嘛 就就把 啪这样子 整个人呢 就趴到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小溪上面去 小溪 那个 河水呢 就把 啪这样子 又站起来了 站起来呢 这个 这个农民呢 就 最初听见我 跳下去的时候呢 在那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谁就当 看过来的时候呢 看在我一个黑影子 那边的 那样子 一大大片的那个水 站起来了 把他瞎了 他以为见鬼 匹里啪啦把灯 扔掉 往回走了 我就趁这个机会 匹里啪啦 就要爬上了山了 爬上山 爬上山的时候 我就 说实在的 那时候 这是一片核钱呢 还没有 收割的核钱 我最初呢 还希望呢 走前梗 不要破坏别人的 劳动成果了 谁知道呢 因为我身上的衣服 还在滴水 天上又开始下了 那朦朦雨 我又戴着眼镜 不戴眼镜 又看不见 戴着眼镜 就觉得高高低低 哎呦 这个事情 脚下呢 我的脚 跟我的这个 这个塑料 凉鞋啊 这个一滑 凉鞋跟那个泥地啊 湿了的泥地 又是一滑 走不到山步 就摔跤 走不到山步 要摔跤 摔得我一塌糊涂 哎 后来我说 算了算了 不行了 只能够直接 就从农田 还没收割的 那个农田里面呢 直接就从 田中间 就走过去了 过了这片田 往后面 扭头一看 被我踩倒的 这个道路啊 整整的 整整的一条路 你说 假如这个时候 被农民发现呢 把我抓到了 这个都真不活 把我打死了 别人呢 半年的时间呢 这么辛苦啊 那个那个 种了这个粮食出来 被你这样子 就造成了 所以他 他们也是很心痛的 对我就恨之入骨了 幸亏那时候呢 谁也没有 除了被我吓走了 这个抓这个青蛙的人呢 这真的什么人都没见到 所以晚上九点钟过后 农忙的时间呢 大家都已经去吃完饭了 再睡觉 第二天早上三点四点 趁着太阳没出来 又要到农田去收割了 收割完了以后 还要赶忙了 就离田 赶忙还要擦秧 要下一兆的那个稻谷要种 所以广东的农民呢 是非常辛苦 除了两兆的水稻 到冬天的时候 这田呢 全部都是干了 他要种蔬菜 或者是种甘蔗 一些经济上的植物 变成呢 就是广东的农民呢 一般来讲 在农田里面是种 种植物啊 种三兆 可想而知 这个农民的这个劳动 非常非常的这个密集 而且呢 赶气节啊 太阳晒啊 这个实在是滴滴绝绝 是非常的辛苦 北方呢 他们就种一兆嘛 冬天的时候下雪 都不能送东西了 这个广东不同了 广东呢 这个南方的地儿 真的是种三 三级的农作物 实在是 尼克香而知 那个那个劳动的 叫繁重的程度 是非常厉害的 到了那个爬山了 那时候要上山了 就对着澳门 跟珠海之间的 那个灯光呢 就穿过去 穿过去有两件事呢 就是我没办法解释的 第一个就是 我遇到了一个平 平的地 是农田 然后农田里面是一片 都是做种那个 阳山芋的一个芋头啊 这个田 它长得很高的 我田下面呢 是水坑 一条一条的水坑 然后这个泥呢 就在上面的 泥巴上面 在种那个芋头 我就从那个水沟里面 慢慢慢慢穿过去 穿过去 走了差不多 有半个小时的路 这样子 到后来的时候 我发觉 我只只要了一个圈 回头还是走到了 这个芋头田 什么原因呢 我现在我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 有人说过 这是你这个脚啊 是一长一短 绝对不是平衡的 所以你走起来的时候 变得往往呢 就会 就要了一个圈 又跑到圆的地方去了 第二一个呢 爬到山上去呢 我又自作聪明了 那我要走山顶呢 还叫山脚呢 走山顶 别人巡逻的时候 一定会走山顶的巡逻 你最容易碰见这些 民兵啊 这个巡逻的队 你不会迷失方向 你看着澳门的灯光来走 只要走山脚底下 山脚呢 一定有水 有山西 那变成了你 有河西的地方呢 就一定有动物 这些野生动物啊 你碰见它呢 那也是 有问题的 我最怕是碰到的野山风 那些野风啊 你碰到它的头啊 它把你扎的 在这半死啊 我是被它扎过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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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过的这个伤口啊 这个两个月 还没有合 合起来 年轻的时候 就两个月 这个这个 大腿那个伤口 还没 还没 还没有 遇合起来 所以这个痛苦痛得我在那边真的跳 就是啊 你假如你就碰到一窝 那就不得了 这是 而且呢 你跑山脚底下有水喝 但是问题呢 就是你会迷失方向 你没看到灯光了 那时候你下了山看不到灯光 哎呀 我就自作聪明 走山腰 好吧 你发 你发现我我就跑到山脚下面去 那你能够找到我吗 你找到我 你你就你就幸运了 谁知道原来我这个这一个举动啊是 非常非常的愚蠢的 因为我走山腰 山腰是一般的不是不一定会有有那个 山的小路给你走啊 所以一只脚长的 一只脚短 脚长的那只脚呢没问题 脚短的那只呢就就变成了斜高的那只 就一直 曲的那边就走 一个长一个短 这个曲的那个伸直嘛 你走了你走了半个小时十来分钟你就受不了了 啊那个那个那个 左边这个这个大腿是受不了了太累了 这个一只脚在那边 你也不能反过来走 讨不容易 在那个一点点微微的星星啊那个光线底下呢看见呢 我脚底下不远呢有一条小的山路 小山路我说哎我可以了我可以走小山路 平静一点 让让脚呢让脚呢轻松一下 让脚呢轻松一下就找到了山路呢就走了 走得以为是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在路边发现有有有有走到路边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团那个矮矮的小树虫啊在路旁 我刚一走过去 我刚一走过去 突然间就在那个草丛里面呢有个黑船 黑色的东西啊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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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这样子叫起来哎呦我吓得我 我两个头一软的蹦着坐在地上哎呦原来是一只大黑鸟 我走着呢在那吵了就变成他被我吓走了就变成了就走出来 吓着我这腿都软了在那边啊我想是你要么把我的胆子的吓破 你要么把我的胆子呢越吓就越大 哎谁知道这一下呢也是吓得我那胆子越来越大了 那走了一段呢就是很难得的平静的路 就一直在山上呢有两次呢就两脚悬空 踩塌了就悬空了硬是抓着山边的草啊 这野草啊自己把我拉回去 这个力气从什么地方来我都不知道 这人就是呃 慌不择食啊 击不击不择食啊 慌不走走路 所以趴来就见路就走了就抓的什么都就救命到此 那样子 幸好这样子呢两次都没有把我摔到山间里面去 结果呢走到路上的时候到了 呃 大约是清晨三点三点钟左右 那月亮呢开始上来了 因为我选的时间是农历的二十四 那这一时候呢就早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的早上就农历二十五了 二十五的时候这个三点钟左右 月亮开始从东边慢慢慢慢升起来 升起来的时候我就在趁着这月亮的光线呢 我从山上看下去 看下去的时候山下面呢是一片那个开阔地 开阔地后面呢 就还有一重山那重山的光秃秃的草都不多一条 你不要说是树了草都没有没有几根 我就估计 我下山大约要半个小时 过这一片开阔地也要半个小时 那时候已经是四点 四点钟了 我再爬到对面这个山是没有草的 没有树的这个山光秃秃的 我在那时候就五点钟 五点钟的太阳又开始 所以我就决定 不走吧 找地方过一个白天 结果呢就是我一边走下山的一边找山洞 刚好就被我找到了一个山洞 那个山洞呢真是得天独厚 非常关照我 两个大块的石头在上面一个屋顶这样子 在山洞下面呢就有一块大的岩石 这岩石呢有点平产的可以睡睡觉 这块大石头的旁边还有一条小小的山的水溪在那边有水流过 这样可以 水也可以喝了 睡觉也可以睡了 山洞的外面靠山底 靠海的那边呢 从右边再望过去呢 那就是澳门了 左边望过去 那边的就是珠江口很开阔的 这个海面上都可以看见 从香港到澳门的这些轮船 他晚上走的这些轮船呢 这灯光也可以看见了 已经在外面也可以看见了 那我知道这一层山呢 就是到到海边呢 就最后的两座山 下了这层山过了这个开阔地 那后面那个光秃秃的山呢 就是最后一层了 再过去就是海 因为我踩过点到那边 那个地方去过 所以我这些呢我都很熟悉 结果就找到那个山洞以后 就准备休息一下啊 下面吃点东西了 好吧 那带的是什么呢 面坨坨 洗个咸的鸭蛋 还是我的女朋友给我的 还没有腌好的那个 一点点咸的 结果那个这个这个面坨坨啊 都收了 因为我过这个河塘 也摔到那个河西里面的这个 这个水啊 趁着进了这个塑料袋 所以他就变瘦了 而且那人的紧张 那时候根本就也厌不下去 厌不下去就是用水一样把他都冲下去 也不吃不行 硬是让我自己呢 要咽下去 咽下去 就咽下去 找时间呢 自己呢 也看一看 我的身的前面的衣服 裤子前面的全部都是那个 布条一样 草群虎那样子 风一吹在那边飘 因为都是那个 荆棘啊 这个野草啊 这个杂树啊 什么东西的 就把那个前面的生的 都挖的一条一条 那风里面在那边吹了 要睡 结果呢 睡不着 睡不到十秒钟 突然就发觉 哎 是不是后面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 哎呦睡 结果又是 早是害怕有人发现了我 就一直呢 都都都睡不着 哎 既然睡不着了 那个时候太阳也起来了 那个上 上山干了一天呢 我就看一看那个海面 哎呦那些 来回的渔船啊 客船啊 那个香港到澳门有一种 就到了当时叫水翼船 很快的 都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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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飞一样 在海面上的飞行呢 都看见了 那澳门这个 沿 沿海边的这些 呃这个水云灯呢 一一辆一一辆一辆 灭掉了 这些都看见 啊这个设施非常的向往 心里就想啊 哎 澳门啊澳门 我为你 已经准备了两年的时间了 整整两年 而真正因为这两年的准备工夫 我 有谈起来 他们都非常羡慕我 因为我我准备的工夫做的太多 什么时候该到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该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的就 停下来 哎 我都已经算好了 完全是在我自己心目当中的计划 当中 没有逾越的 那结果第一天呢 他就在那边的老是等太阳下山 等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就可以再行动了嘛 结果等到那天的傍晚的时间 就大约八点钟左右吧 那个太阳呢 那开始呢 就下山了 下山的时候 因为这个山上是 一片的松树林嘛 不是很密 但是你在山下看的时候 你也看不到松树林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就好像那个八路军打游击的时候 在那个高粱高粱地里面嘛 就轻杀 我看见你 你看不见我 你在外面就看不见你 在里面还是可以把外面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相当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就可以开始下山了 又了馒头呢 就是那个面坨坨呢 就已经收了都不能吃了嘛 我就把它扔掉 扔掉了不要了 那就这个水瓶还是在在在自己的手上 其他的东西还是在在 那结果呢 就大约呢就下了山以后 也是谁都没碰见 原来那块地呢是一个坟地 叫做陈氏一种 我还记得那个他有一个坪在那边嘛 就是那陈家的人呢 假如是生老死障嘛 公墓了公墓的进去 我这个这个一片坪地 我要过这个地方了 虽然是没有爬山那么辛苦 爬山的辛苦的不得了呢 结果呢就是非常的小心了 真是眼光六路 耳心八方这边呢 很小心还行 再小心也是把我 喀啦喀啦的就 吊到那棺材棺洞里面 又爬起来 什么都不怕了 那时候 根本就不是什么鬼啊 神的都不怕了 要慢慢慢慢的 要更小心不要再掉下去了 好了到差不多的时间呢 我就已经是过完了这个 开阔地 爬到最后的一座光秃秃的那个山 那光秃秃的山呢 一过来以后 就已经听见了海浪的声音在那边 啪啪啪啪 在那边响了 那山结果是不高的 那我就趁着这个时间呢 我就爬了这个这个 光秃秃的小山 谁知道我刚刚爬到还没 过了第一层 这个山上 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 自己呢 就是冒了一身冷汗 非常危险 什么事情呢 吓得我这么厉害呢 很有可能就让人命都丢了 好 下一次呢 再跟别人讲 我看见了什么东西 让我吓了一跳 几乎就是命都没有的 哈哈哈哈 卖个班 很有章回小学的手法 OK 我们下一次再给大家解开 因为今天已经一个小时了 本家是这样子的嘛 对对对 吊起来嘛 吊起来 让你吊吊胃口 好的 今天就感谢王林先生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 下星期再见 谢谢 下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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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태后 再 office 感谢观看